恒星铸峡谷 天欠变通土 这是一条延伸在厄西北崇山峻岭中的路 这是一条不在空中就在地下的路 这里共有46条隧道和370座桥梁 平均不到500米就要开凿一条隧道 或者是架设一座桥梁 这给设计和施工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有这样一群人接下了这条 当时世界上建设难度最大的高速公路 湖北沪荣西高速公路的建设任务 长320千米的线路 要横穿43座高山 跨越338道峡谷 征服一千多个溶渡和上百条岸河 作为沪荣西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的四渡和特大桥 作为国内首座山区大跨渡悬索桥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高的桥梁 更是被工程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大桥全长1100米 主桥长900米 为单跨双脚刚横架加净梁旋锁桥 引桥为5乘40米预应力 替梁先建之后连续刚构 四渡河特大桥 桥面到谷底垂直高度达到了560米 相当于180多层楼的高度 要像修建这么高的桥墩来作为支撑体系 显然不切实际 于是设计者选择了跨越能力最强的桥形 旋锁桥 修建旋锁桥 工程人员首先要在空中架设一个施工平台 这就需要把一根仙导锁从峡谷的一端 运送到另一端 在江湖海湾可以用船舶来运送仙导锁 在开阔地带还可以用直升机 可四渡河特大桥周围却是险峻陡峭的山谷 如果用机械架设不具备放置机械设备的场地条件 如果用直升机或热气球拖送 峡谷间气流变化不定 很容易导致飞行事故 长长的仙导锁 怎样才能跨越深谷抵达对岸呢 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却让施工人员绞尽了脑汁 中交陆舰华南公司项目施工负责人 王崇旭 从军事杂志反坦克导弹中得到了启发 火箭抛送仙导锁过深切峡谷的想法 游然而生 项目团队主动对接军事院校 开展合作 在长达一年多的研究和试验后 仙导锁在火箭弹的牵引下 被顺利地发射了出去 火箭弹划出优美的抛物线后 准确落入到对岸的预定区域 两根长度1260米的仙导锁从四渡河西岸成功牵引到了东岸 国际首创运用军工火箭技术抛送仙导锁过深切峡谷 创造了国家一级工法 带来了民用建设更多的可能性 四渡河特大桥的两根主栏 由三万多根直径为5.1毫米的钢篮组成 它是这座大桥的主要受力构建 除了承载6730吨的自重外 每根主栏还要分担整座桥梁桥深的重量 那么主栏的两头固定在什么地方 才能承受着超过两万两千吨的拉力 中郊陆建华南公司项目团队 大力开展科技公关技术创新和QC小组活动 率先采用国内先进的37孔专用毛具 加还仰喷涂单根可换式钢脚线 预应力毛固系统 隧道毛拉拔模型试验毛 为当时国内试验最完整试验规模最大 隧道毛就是顺着竹篮走向 在岩面上挖掘隧道 然后在隧道内胶筑混凝土固定竹篮 把岩体作为毛体的一部分 共同承受竹篮的拉力 当时我们国家修建的旋锁桥跨度 一般都在400到600米 四度和特大桥900米这样的一个大跨度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峡谷对流风非常强 常规相形解面凉 迎风面积大 在大风的作用下 很容易失稳变形 导致桥梁毁坏 这么大跨境中 我们首次采用了钢横梁 钢横架加净梁 采用当时国内跨境最大900米的旋锁吊装 桥梁结构采用滑轮式钢横架加净梁 整体节点焊接新技术 成功攻克了建设难题 高校推进了四度和特大桥